别说是程翘翘了,真的就是陶乐乐都没看到男人到底是怎么做到,明明就在程翘翘有点防备她的情况下,竟然还能把车钥匙塞到她的嘴里。 程邪志,绝交,我要跟你绝交! 我发誓,我不但要跟他绝交,这个仇会是一定要非报不可的,怕什么,我程翘翘现在可是有靠山的人了。 翘翘好不容易来家里一趟,你态度就不能好点吗? 还有,电梯那件事,明明就是你做的不对,你给他道个歉,让他说你两句怎么了? 他还是个孩子,你至于吗?你说,你万一伤着他了怎么办? 他皮厚,没事的。 你再这样,一会儿我收拾一下东西,就跟他走了。 程邪志先想,小女人现在动不动就威胁人的本事,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? 跟谁学的呀?被我知道了,我正得活剥了她的皮不渴。 程翘翘真是对这两人随时随地就秀恩爱的样子,给彻底的无语死了。 他想,还好自己早糟的就搬出去了。 在一向最疼爱他的哥哥这里吃了这么大的亏的小魔女,心情哪里会爽呢? 吃晚饭的间隙,他都拉着一张小脸。 饭都没好好吃两口,就偷出手机给ZOHO发短信。 一连发了三个大哭的表情,他又加了一句。 嗯,我被人欺负了。 没过几秒钟的功夫,走好就发了过来。 是你哥? 嗯,程邪志,你变了,你今天要给我道歉,不然我绝对跟你没完。 陶乐乐也是对这般戏精一样的兄弟弄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他定了定神,夹起一块胶岩排骨放到程翘翘碗里。 别生气了,翘翘,回头我会好好说说你哥的,你乖,好不容易来这一次,要多吃一点。 啊,这是王一特意给你做的胶岩排骨呢。 知道程翘翘嫂子站在自己这边的,他心里的火气蹭得一下下去不少,他望着那块色香味俱全的排骨,终是没能抵入诱惑。 不过他才刚刚咬下去一口,主位上的程大老板又来火上浇油了。 不是想搬救兵的吗? 怎么救兵不过来? 整个餐厅的气氛,因为他的这句话完全僵住了。 陶翘翘觉得,如果这时候他再不拿出一些家庭女主人的威严的话,那他真是太失败了。